泰国是文明世界的旅游圣地 每年都会吸引到很多的游客来临 这里不但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佛教文化 还充满了长下的美景与异国风光 但在碧海蓝天的背后 却有着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风俗 他们知音知邪 却又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在曼谷昂罗的清贵站一条小巷的深处 摆放了一个像寺庙一样的祭坛 虽然它的外形简陋而且位置隐蔽 但香火却极其的旺盛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信众们前来许愿和祭拜 这里被称作娜娜妙 供奉的不是神佛 而是一个叫做娜娜的王 与泰国大多数华丽祥和的庙宇不同 从进入这个地方开始 就会感觉到处处透露着诡异 各种娜娜的形象挂在墙上 她的塑像坐落在房间的镇中 大堂里还摆满了各种女性的服饰 和真实比例的家具 而前代参拜的人们 互为娜娜添构新衣 戴上假发 涂上口红和金箔 就好像是她真的住在里面一样 而传说金箔下的塑像 就是娜娜不服的师生 因为她既不是神也不是佛 而是一种更阴的存在 所以人们在祭拜的时候 最多只能够点上两根像 这一切都让整个祭坛看起来阴森无比 但无论如何的诡异 都丝毫不会影响这里的人气 因为娜娜恐怖而凄美的传说 已经在当地流传了一个多世纪 人们相信向娜娜许愿会如愿以偿 更深信通过祭拜和祈福 可以安抚她悲伤的亡灵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 一个让大多数泰国人 都坚信不移的都市传说 娜娜的亡灵 19世纪中后期 世界各地的战事不断 这个时候的曼谷王朝 也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之下 在仙罗一个叫做帕卡龙小镇的美丽河边 娜娜和她的丈夫马哥 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娜娜的相貌美丽 而且温柔善良 虽然在村落里有着许多的爱慕者 但她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 从无二行 时光在甜蜜中一天天地过去 娜娜也很快地怀上了身孕 然而好景不长的是 一个厄运降临到了这个美好的家庭 丈夫马哥在一天突然被国家征召入 没有选择的他们 只能寒内不舍地分离 并相互发下誓言 一定要再次相聚 在丈夫走后 娜娜生下了他们的孩子 一个人坚强地生活着 她每天都会默默地望着河边 盼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丈夫归来的身影 可在这个时候 一些寄予她美貌的人 却在村里散布各种她偷情的谣言 明明知道自己被诬陷 孤立无助的娜娜却辩解无力 时常会在半夜里偷偷哭泣 无法倾诉心中的委屈 而这时的马哥 也在战场上经历着枪林弹雨 在生命危机的时刻 靠着与妻子团聚的心脸坚强地支撑着 一年后战争终于结束 侥幸生还的马哥 一刻不停地回到了村子里 刚踏进门 就见到了有些憔悴的 棋子和怀里的孩子 夫妻俩顿时抱头痛哭 经历的一切艰辛与苦难 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幸福的生活 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 但是没有过多久 马哥就发现村里变得有些奇怪 村民们开始刻意地回避自己 就连一些熟悉的朋友也不例外 甚至还有人悄悄地警告他 让他一定要小心 他一脸不解地回到了家里 跟妻子讲述了这些奇怪的现象 娜娜告诉他 自己在很久以前 就因为谣言受到了村里人的冷落和排挤 到现在也没有一点的改变 马哥在听到后又心痛又气愤 发誓以后会更加地珍惜和疼爱妻子 但怪异的事情却不断地发生了 村里开始陆续出现一些离奇的死亡事件 死者的脸上写满了惊恐无比的表情 而且巧合的是 马哥发现这些死去的人 全都试图提醒过自己 一种莫名的含义出现在他的心里 整个村庄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与马哥一起归来的两个战友慌忙地找到了他 并问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你到底没晚跟谁在一起 马哥被问得莫名其妙 而战友却露出了极其恐惧和古怪的表情 他们告诉马哥 他的妻子娜娜早在半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 而现在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根本就不是人 并让他赶紧逃离家里 马哥在听到后非常的震惊 但更多的却是对这些谣言的愤怒 他狠狠地揍了战友几拳 然后转身就回到了家里 可是到了第二天 他的战友们也死了 而且死状异常的凄惨 马哥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但看着眼前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 却没有办法立即相信这么荒唐的事情 半信半疑的马哥来到寺庙求助 一位僧人告诉他 弯腰透过两腿之间便能看到真相 回家以后 马哥按照僧人的方法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结果他竟然真的看到 娜娜的表情变得猙獰 而且整个身体都漂浮在半空 这个时候他终于惊醒 从返乡开始 他就一直和娜娜的鬼魂生活在幻觉之中 真正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 而自己每天都吃下的东西 全都是树叶和蛆虫 原来在半年以前 娜娜就因为蓝产和腹中的胎儿一起死去 帮忙切身的产婆贪婪地看上了她的戒指 她取下了娜娜身体上所有的事物 并将她和腹中的胎儿尸体 随便地丢卸到伤后的乱葬岗中 在一尸两命的怨恨和对丈夫的直恋之下 善良的娜娜离开了人世 而一只泰国史上最著名的厉鬼 却在这一刻正式单身 产婆在当晚就被娜娜的鬼魂活活吓死 所有村里曾经造谣的人 也一个一个地接着死去 在那之后的许多夜晚 村民们经常看到娜娜的身影 在帕卡龙的河上游荡 她空无人宴的家里 每晚也开始传出犀利的哭声 再也没有人敢靠近这间屋子 一直到丈夫玛哥的归来 知道真相的丈夫悲痛欲绝 但最终还是决定超度娜娜的亡魂 她到处寻访 终于打动了当时在通物丽府的阿赞多圣僧 她与玛哥一起回到了帕卡龙小镇 这时候的村里已经尸痕遍野 娜娜因为丈夫的离去而大开杀戒 不禁很多村民死去 连起来的驱魔大师也全都被她杀死 阿赞多耗费了很多法力 才终于将娜娜降服 她将魂魄收在娜娜的一小块头盖骨中 制成饰品以后随身携带在自己身上 并将她剩余的尸身重新埋葬到寺庙里 希望能够通过佛法的修行 慢慢抹去她强大的怨念 在阿赞多圆祭以后 娜娜的尸骨被搬迁回帕卡龙河岸边 修行者们在一棵林力强大的古树旁 为她修建了祭坛 每日受到万人的供奉 而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鬼姓娜娜庙 在曼谷众多的寺庙中 当地人尤其相信娜娜庙的林彦 到往这里的信众们 除了求姻缘和求子以外 还会请娜娜保佑他们免除兵役 甚至保佑他们猜中明天的彩票号码 泰国人坚信强大的厉鬼会拥有无边的灵力 而娜娜对丈夫的坚贞不渝 也让人们忘记了对她的恐惧 一直杀人如麻的恶灵 和她至死不渝的爱情 如此激烈的反差 同时出现在了幽魂娜娜的身上 让人们对她既存敬畏 又充满了同情 鬼姓娜娜庙 也逐渐成为了泰国最知名的音庙 娜娜的传说被改编成了无数的影视作品 2013年 改编的电影《鬼夫在泰国》上映 在当年以十亿泰铢的票房 一举打破了泰国影史的最高纪录 试验马哥的演员马里奥也曾经到娜娜庙进行祭拜 之后她竟然真的抽到了免除兵役的黑签 这在本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人们相信这一定是来自娜娜的庇佑 每到周末的时候 人们会聚集在娜娜庙的周围 他们在许愿和求签后 会在帕克龙的河岸边消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到了傍晚时分 河面随着微风轻轻的荡雅 仿佛能够依稀地看到 一百多年以前 抱着孩子的娜娜翘立在岸边 默默地遥望着流水蝉颜的尽头 一直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就算我已经死去 但我依然想陪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